财团法人博佑社会福利基金会 数学教学影片 整数的减法运算 正整数减正整数 好,各位同学好 今天呢,赵文老师要带着各位 来练习一下整数的减法运算 我们将整数的减法运算 分成了一、二、三、四 四种不同的题型 分别是第一种 正整数减正整数 两个正整数相减 第二种情形呢 正整数减掉负整数 一个正整数减掉一个负整数 第三种情形 负整数减掉正整数 一个负整数减掉一个正整数 最后第四种情形 负整数减掉负整数 两个负整数相减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从第一种情形 正整数减掉正整数 来开始介绍 好,来 正整数减正整数 两个正整数相减 我们就举 正三跟正二好了 两个正整数相减 两个正整数相减 那它会等于什么呢 好,来 我们先将看到的数字 三跟二 超过来 然后呢 这个三 前面是正号 这个三前面的正号 那我们要知道 在一个式子的最前面 它如果是正的时候 那通常这个正号 我们就省略不写了 好,所以正三 我们就写三就可以了 那这个二 这个二前面呢 它是有两个符号 对不对 那我们没有学过 同号相乘 正正得正 负负也得正 同号相乘为正哦 那一号相乘呢 正负得负 负正呢 也得负 那一号相乘是得负号哦 所以这里 二前面 负正 一号相乘 负正得负哦 所以就写上负号 所以正三减掉正二 就等于三减二 那三减二 我们从小就知道 三减二叫做一 对不对 好,那我们试试看 用竖线来表示哦 来,一开始是三 零 一 二 三 一开始在这 然后我要做什么动作呢 减二哦 三要减二 减二是变大还是变小 诶,减二是变小哦 所以是往左往右 往左边哦 好,往左边 两个单位 跑到了哪里呢 是跑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哪里 我们算算看 三 二 一 跑到了一 跑到了一的位置 所以从图形上我们看 三减二就得到一 也就是 正三减正二 等于三减二 就得到一 好了,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两个正数 正二跟正三 它相减的话 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那我们来看看 一样哦 看到的数字二跟三 抄下来 二跟三 然后这个二 它前面是正的 刚刚说过 市值最前面的数字 如果是正号的话 它怎样 可以省略不斜哦 好,那再来三 三前面呢 负正 一号相乘 负正得负 所以变成了二减三 哇 那三减二 我们都会知道是一 因为大的减小的 对不对 那二减三呢 哇 小的减大的 那怎么办 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 用 赚钱跟赔钱 赚钱来赔钱来表示正跟负哦 赚钱叫做正 那它的相反 赔钱呢 就叫做负号 对不对 那这个二 刚刚说 它前面其实是正 只是我省略了哦 所以它是赚钱来赔钱 正二 它是赚钱哦 那这个 负三 叫做赔钱 对不对 正二 赚了两块钱 负三 赔了三块钱 先赚了两块钱 后来不小心赔了三块钱 那最后是赚还是赔 也最后是赔钱哦 对不对 所以 等于 赔钱叫负 那赔了几块 赚了两块 赔了三块 哇 最后赔了一块 所以叫负一 对不对 好 所以正二减掉正三 等于二减三 等于二减三 就等于负一 那我们一样 在数线上 来画画看 好 怎么样表示二减三呢 来 这里是零 一 二 好 这个点是二 然后我要做什么动作 我要减三哦 减三 变大还变小 减三要变小 那往左边往右边 往左 往左 往左三个单位 减三是往左三个单位 跑到了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哪里 我们算算看 二 一 零 负一 好 所以由图形上看起来 二减三 就等于负一 好 所以 正二减正三 他等于二减三 就等于负一 以上呢 这就是正整数 减正整数的情形 柏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